大家好 今天无意中发现我这一颗茶花小苗啊 它竟然长出了几个花苞 但是呢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在茶花小苗在养苗阶段就是养树体一个阶段呢 是不适合给它开花的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个阶段的这个茶花呀 它主要是让它能够尽快的长壮 然后呢 让它能够尽快的长出更多的分支撤枝出来 再加上呢 我们也要把它的根系给养状了才行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 它长出花蕾出来呢 你让它继续的生长 让它开花 那么植株它的这个生殖生长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养分消耗的多 然后就会导致你整个植株的养分的消耗过多 然后会出现一个长势特别弱 难以复状的一个现象 严重的话呢 可能会导致你整株植株枯死 所以呢 像这种情况 如果大家发现长出了花苞之后呢 一定要给它及时剪掉才行 这些花苞怎么剪呢 我们可以直接从底部剪 或者直接将这个花苞啊 给它剪大概一半左右 然后呢 让它后期自然枯萎就可以了 然后像这样子一刀剪掉 这样呢 就差不多了 剪掉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给你的这个茶花补肥 因为呢 它长出花苞呢 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养分 我们这时候用肥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用高氮肥 而不适合用高磷甲肥 我们用高氮肥的话呢 可以抑制植株的一个生殖生长 让它呢 不会再长花苞出来 让它能够长出更多的枝叶 那么我们用肥的话呢 大家可以用一点缓氏肥 肥效的相对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然后呢 我们给它在喷涂里面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用肥的话 要用这种绿叶专用型的就是氮含量偏高 磷甲肥含量的偏低的这种高氮肥来给它促进这个枝叶的生长 或者是呢 大家可以给它交上这种洗酸植物型有进氧液 因为茶花是特别洗酸的 这种肥的话呢 它的氮含量相对是比较偏高一点的 然后我们将它稀释之后的定期贯根就可以有利用的植株的一个副状 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你的茶花小苗 如果长出花包出来 一定要及时的剪掉才行 要不然的话呢 可能会出现一个整株枯死的现象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